金银寺位于基隆的狐仔山上 自从住持因为不明原因而故事之后 便再也没有人打理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神像 竟然都以背对的方式面对大门 甚至是在头上裹着红布 露出几分鬼魅之喜 投案的妙语文化 在世界上算是十分独特的存在 甚至还有三不一小庙 五不一大庙的说法 其中的原因 在网络上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 但若以希哥我来说 我想最大的原因在于 心灵寄托 因为需要心灵寄托 所以带着玄像 不要让过海来台湾 因为需要心灵寄托 所以石头很大 就当做石头宫 树木很大 就当做树木宫 因为需要心灵寄托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 总之先盖一间庙来拜就 当然 今天不需要来聊这些奇怪的东西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祭拜了玄像 里头的神明却早已离去 那祭拜与祈祷 到底有没有用处 今天这幅空荡荡的木雕 已被来路不明的好兄弟辱住了 那长期祭拜他们的后果 又该会是怎样的害人呢 又或者 一整间的庙宇 早就被他们占据了呢 今天希哥我就来聊聊 被鬼怪占据的鬼庙 金银寺 位于基隆的狐仔山上 目前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 但自从住持因为不明原因而过时之后 这间曾经像火鼎盛的庙宇 便再也没有人打理 如今 洒草丛生 环境脏乱 甚至因为时常发生不明火灾 而导致整栋建筑物裹上一层 焦黑的颜色 2015年6月 一位加拿大摄影师 带着女友起来探险 并在网络方上照片 供人欣赏 而同年 苹果日报也在8月 探勘金银寺 发现寺庙尚尚未被断电 其中 击败地造王的宫殿里 被观察到 有灯光闪烁的异象发生 自此之后 网络上开始流传着许多诡异传说 让这间金银寺 有了另一个称号 吉隆鬼庙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破败焦黑的室内 仅有手电筒的光源 说照之处 皆显得阴森诡异 而大部分的神像 竟然都以背对的方式 面对大门 甚至是在头上裹着红布 都不禁让人聆想起 关于旧定义里面 神像一起转身的片段 相传 神像的开光仪式 必须非常谨慎 因为一旦有任何一个步骤做错 那神明并无法留在神像当中 而在开光之前的神像 必须谨慎保存 作为一个空壳 若是被来入不明的 孤魂野鬼战局 让人以香火供奉 那将会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一来是因为无形的灵体 有了一个地方可以依靠 修炼的速度 会比一般来得快上许多 二来是当鬼差前来捉拿时 比较不容易发现 躲藏在神像里的孤魂野鬼 因此神像开光前 都必须用红布包住头 但这间鬼庙已经废弃多年 无人击败的神明们早已离开 那这些剩余的空壳 一几有可能会被邪灵占据 只要这些资讯 庙里的神像 那早已破测的颜面 也似乎从眼神中 透露出几分鬼魅之息 在王里头走去 就会看到大天一侧 摆放着许多神主牌位 就算是灵谷塔 也不大可能会将地造王与灵卫 摆在一起供奉 这样诡异的格局 又加深了几分 鬼妙的毛骨悚然 而让所有探险者最害怕的 就是在妙宇的后方房间 竟然摆放着一个个 无名的古灰坛 上头还有人的遗照 试想在寂静的深夜 与飞起许久的妙宇当中 见到如此多 违反强礼的现象 对于当下 身处在此地的探险者们 是多么大的恐惧震撼 传闻在某一年暑假 有几位大学生 来这里进行试探活动 奔着畜生之独 不畏虎的心态 一群人在大半夜 谈消息闹地走进寺庙 当所有人 走进侯让了厅堂时 无形的压力感袭来 顿时让他们的 惬意散去几分 而他们仍旧互相壮胆 拿着手电筒向前走 远行的灯光不停闪动 除了满地的经文女排位 最诡异的 是那些不满灰犬的神像 菩萨不像菩萨 菩萨不像菩萨 本该庄严安详的神像 却都挂着诡异的微笑 笑得他们心里发寒 似乎在走神之间 还能看到眼里的黑球 正在盯着他们的一指一动 这时 有人发现了在角落的大钟 钟可以算是庙里的标配 但是一般人并没有什么 可以兼聚力接触的机会 何况是亲自敲钟 也许他们随便拿了个东西 模仿起和尚的样子 有目有望地开始敲钟 钟声响起 那摇绕在寂静的废墟里 显得格外诡异 当下他们顿时感到不妙 无论是周遭居民 报警的可能 亦或是 清了此地鬼魂的安宁 他们当下 决定要赶紧离开 可在众人离开寺庙之时 所有人你看我 我看你 来探险的人 一个不差地 站在寺庙外头 那自行响起的钟声 又是怎么响起了呢 这时候不是纠结问题的好时机 所有人立刻拔腿狂奔 离开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鬼庙 就像以往的每个灵异景点 这里的真相总说纷纭 当地里长在采访的时候 说明这里是不想置地 没有人敢靠近这里 但也有众多住户表示 他们坐在这里三十几年 从来没有遇过灵异实践 真相究竟为何 只能交给时间 来一步步挖掘真相了 还记得西哥我之前做的 921大地震吗 当时的破坏威力 令台湾人自尽都心有余悸 而在灾难的当下 就算有神明庇护 也就难逃天宅的侵害 位于台中太平的开天宫 在921来临时 损毁成为一栋飞机建筑 数年来又经历了台风 与其余地震的侵袭 如今围在深山的他 早已经砸到重生 破败不堪 且由于在深山里 父亲人烟稀少 也将发生 萧萧昨晚的事件发生 原本只是一般的飞机妙语 却在发生了一起 重大凶杀案之后 各种灵异传说不禁而走 2009年 曾姓少年与其余同伙 因同样不满曾姓少年 于是摆下了鸿门宴 先设法灌倒了被害人后 深夜把人带到开天空上 趁其不备 用时间准备好的刀具 先后对被害人砍下68刀 最后再从五层楼高的地方 退下山 早已废弃的庙宇 本来就已经是 顾问野鬼会聚集的地方 此时 又加上如此惨烈的凶杀事件 怨念 血光 凄厉的惨叫声 滋养着这里的凶灵 让这座庙宇 成为了当地人 所害怕的存在 目前 已经有许多人 前往旧开天空探险过 每个人都在现场 感受到无比的阴森气息 在前往的路上 因为酒位修整 甚至有人得在杂草当中 避开一条道路 而在寺庙里拍摄时 几乎所有人 都遇上了摄影机失灵的问题 或是在空翼人的黑暗中 存在诡异的声响 像是知名的探险家 秦明 也曾到此进行灵动实验 除了感到身体不适 头晕之外 在进行通力核测试时 也从杂量的白照音当中 传来清晰的回应 所以有多人表示 在看到明儿的神像时 感觉到一股不对劲的气氛 似乎每尊木掉的眼睛里 都有某种难以言喻的邪气 喜欢这个油脂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这次爆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